字幕志愿者 李居明 《樂天之命》李居明 我是李居明 特別介紹蓋明輝小姐 大家好 很感謝阿芬 八毛子中來做我的嘉賓主持 謝謝你請我上來 十二生肆你都很熟悉性格的東西 都未知得完很想問你 是嗎 今天我們說到老虎了 你身邊有沒有一些老虎的朋友 有幾位有男有女 是嗎 你覺得老虎有什麼性格的特色 其實如果老虎是男性 老虎一定會有威嚴 威嚴 我真的要問一下師傅 可能他對你不是很兇 但可能對他的報效很兇 其實很多人對著你都不敢兇 因為你是我們的巨星 我們的熊靈 所以認識你的老虎 都是很順品的 是 在你面前 但在員工面前 可能是一個很兇的老闆 是 屬老虎原來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所說 老虎的人是最喜歡創業的 就是說他不會喜歡打工 他喜歡… 因為老虎是五月第一 自己做老闆 對 他只會是你聽我說 而不會我聽任何話 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裡面來說 原來我們是不會喜歡 請屬老虎生肖的人打工 因為他會慢慢拿到你的客人 然後他自己開檔 是的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說老虎的人是天生喜歡自己創業 是 還有喜歡自己做事 有一句說話叫 虎女 即是虎仔 虎的女性 喜辯論 喜歡跟別人爭取 那虎男就不在家 乎老虎的男性喜歡隔離飯香 隔離吃飯 就不喜歡在家 所以經常離開家 所以老虎的男性 就喜歡向外闖 喜歡隨著去 老虎的女性 就喜歡跟別人頂頸辯論 然後就創業 問一下八卦 男性的老虎 你說不常在家的話 是否代表他有第三、第四者 是的 真的嗎 送老虎和屬侯 都是天生皇帝性格 皇帝性格 即是說 他的魅力 和他那種 即是頭的風範很強 所以經常都覺得自己就是皇帝 取緝辭中 為養妾以如情 所以就是侯風三天佳麗 老虎可以說 就是喜歡創業 喜歡冒險 天生也是好運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老虎的人全部都是很厲害 而且歷史留名 其中一個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 好厲害 就是典型屬老虎的人的性格 老虎其實就是不能罵 一罵他會斬頭 一個老弟 對 而且你不能走他 所以婦女去起辯論 就是喜歡跟你爬頸頸頸 這個也是老虎的德性 德性 屬套的朋友 原來分男和女 我知道你認識很多女性熟套的朋友 太女性多 那你覺得他們的性格是怎樣 我覺得有些就是 他有些決定性的問題 他會有十五十六的 是 他會問一下 問完之後 他又未必去做 是 有這樣的無靈感 你是一如中的 原來熟套的人 是沒有主見的 真的 他永遠都喜歡聽客人說 是 推一推他 他才去做 所以熟套的朋友 是失主見 這個就是他這三個字 已經判定了熟套 這樣也不好 男套、女套 都是要多一個人去踩一踩他 和他決定 很多時候就是他老婆或者老公 或者他的軍師 他很需要人給他提示 是 這個就是熟套 雖然他是排第一 但是他也會找一些專家 或者身邊他的新聞職友 是給他一給意見 他才敢走 那就是說他找拍檔 你很小心 沒錯 如果我騙他的話 他可能一敗塗地 對 所以熟套的朋友 如果找拍檔 就要用我教的六月訣 六月訣的意思就是 你哪個月出生厲害 你就加六個月 或者減六個月 明白 那你就可以吸納對方的五行 那大家就很合夥 那那個人就不會害你 那個人就會旺你 就是吉星 就是吉星 所以熟套的朋友 在性格上是分男女 但是男性的套 你就聽說認識得不多 我就認識很多 男性熟套的人 有一句說話叫 套有九屈 是 套有九個洞 是 原來他是有九個家 你認識一個朋友 有九個家嗎 沒有 有錢人就不會 沒有 有錢人的時間 北京一個家 上海一個家 廣州一個家 新加坡一個家 每個家 一數起來的時間 九間屋 原來套有九屈 就是套生肖的人 是很容易 又是有一種潛能 是喜歡到處都有一些自己的擁有東西 我包括問一下師傅 你說到處都有自己的東西 是否包括感情 包括 即是有很多三四五六七者 因為套 即是花心 套 你如果約一隻套就知道 套是多情 多性 女性不要選小兔 所以熟套 一般來說 如果你嫁熟套 你都會預算它有少許桃花 或者多多桃花 就要忍 那熟套 因為它 兔 雞 老鼠 和馬 這四大生肖 就叫做四大桃花 是 是 亦代表這四個生肖 其實它們的桃花 都不少 都旺盛 在歷史裡面 你也聽過乾隆王 是 聽過 乾隆王就是熟套 所以乾隆王它有很多東西搞 是 周瑜都是熟套 都是代表著它是非常有才華 好 今年熟套 除了行這個紫微農德之外 它也是有幾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熟套的人 由於它沒有主見 所以它是要求是 讓東西都很安穩 和不要冒太大的險 所以今年雖然它有運 它其實都經常問著人 是很害怕的 所以它是很認真 但是很害怕的 在壓力之下 它是決定不了事情的 所以它很需要多些人 去給予多些意見 那女性的熟套 一般來說 脾氣是比較差 是比較兇死的 所以如果熟套的人 一發點點上來特別 是冬天出生的熟套朋友 冬天出生的朋友 冬天出生的熟套 例如十二月的熟套 是不是真的喜歡博嘴博蝕 和喜歡創業 和很兇死呢 天大地大為我獨尊 這句說話是佛祖釋家茅尼佛說的 是代表在這個世界上 人的生命是排第一 人的命運是最重要的 所以天大地大為我獨尊 他最重要的 很重的 好疱問